最怕,突然听懂一首歌,最怕,突然读懂一个人,幼年时候,只当他是一个文人,对他的文章逆致半解。 随着毕业工作,深入社会,了解很多以前不曾见过的人或是,突然读懂了鲁士,才明白他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。 写下对自己同胞的评价,起句的坎坷,总是把自己置身事外,方法发生的一切都和自己无关,可真正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,便是呼天枪地的悲苦。 打干其枯的声讨正义,可有人对着天空放了一枪,便也不敢胡作非为,只能表面笑嘻嘻,心里骂卖皮,过后又是一个快乐的坎坷。 中国人健忘,这是几辈子都无法改变的事实,中国人好面子,大肿脸充胖子,委屈只能自己一夜,这根谎言是一个礼,撒了一个荒,就需要无数个荒来源,直到真相兜不住的那一天,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,就是伤心动骨的时候,我们活着,没有那么多观众,不要让自己过得那么累,生而为人,请务必善。 这是每个人应该有的底线,可是对于人性的恶,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,时间最不能知识的有两件事,一是太阳,二是人心,谈阿吻就没有自由,要自由就要经历危险。 公路员的生活阿吻且有保障,人们眼中的铁饭碗,每个月称不死也饿不死,要说实现财物自由,便是屈人说梦,身体和思想上的自由,都需要财物自由来维持,流浪者除外。 所以两条路,怎么选,看你自己,世上真的没有感同身受这件事,即使两人都经历过同样的事,不一样的场景,不一样的过往经历,都会影响对事情的感受和判断。 你明明难过得要死,别人却觉得你矫情,便也没有再交流的必要,刻意压抑人们生存的本性,结果只会适得其反。 中国人骨子里的中庸之道,都是跟自己利益挂钩的,常说人在屋檐下,不得不低头,表面看起来没有错,但在细想,是不是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? 是不关急,高高挂起,邮寄的微博上一个视频,一个老人跌倒,众人围观,无人上线搀扶,一个外国的姑娘上前救助,说了句,法科有,Chinese? 以前中国有几两,是因为有人愿意为全民族掏头颅撒润血,而现在,都在为金钱互相残杀,变成了金钱的奴隶。 当你真正读懂这个社会的时候,你也便真正读懂了鲁迅、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